不演了不演了 各位 這是我最後場排位賽 我們就直接一起來上這一季的A牌吧 雖然這麼說已經有點晚 今天我要讓你們見識的是 有禮貌遊戲對於你的勝率可以提升 到底有多高 請給我一個一起努力的機會 一開始僅是選刀鋒寶貝 不過我直接說了這句話 再說謝謝你們 然後他就說躺了 躺了 到底是躺什麼 絕對不是躺棺材 我絕不會跟你們一起躺棺材 這個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 菲尼克的造型喔 我覺得這個造型CP值非常高 捷徑多寶 因為他是一個皮革的造型 而且也是我第一個使用菲尼克的造型 我真的要跟各位說 暗影遊俠這個天賦 真的是任何打野都適用的天賦 真的太強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我最想菲尼克出裝的話 趕快點上一部影片 或是打菲尼克出裝就有 出裝奧義全部都有 這套裝備呢 能夠輕鬆的上S 絕對沒有問題喔 當然你的菲尼克翻管 還有菲尼克印記 當然也要拿捏好 前期輕輕鬆鬆呢 就把這一隻野掉 其實呢兩發菲尼克印記呢 就可以把藍buff打掉 那制裁的話就看你要不要放 如果對方有人入侵 當然就把制裁放掉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古木輕輕鬆鬆入侵野區 因為一開始前期聘登 還有我前期非常有禮貌 所以他配合我 真的是太感謝了 我們就輕輕鬆鬆的 把對方反野掉 不過我們家也遭遇了危機 羅爾牛魔王還有緊在我們家殺野啊 太大膽了吧 這個時候夜叉一個走位失誤喔 怎麼會往前走過來呢 那菲尼克當然不會利用這個機會 錯失機會才對 我講錯了 不會利用這個機會 是我不會殺他的意思 好了這時候古木追著羅爾打 我有沒有看錯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羅爾已經失誤了喔 再見羅爾菲尼克翻滾 那他有失誤嗎 沒有失誤 他只是 血量太少了 其實打趙雲有十足的把握 打趙雲算是蠻簡單的喔 只要前期入侵他也去配合隊友 趙雲前期幾乎是擋不住菲尼克 我真的覺得菲尼克現在四等之後最強的打野 同意的歡迎在下方留言加一 而且再加上你特化魔紋 根本完全沒有人打定 除非對方非常有概念啦 就是看到你手上綠綠的塗綠油巾喔 就直接先忍那個兩秒 可是你忍兩秒的時候 我就等於說我在會戰之中 跟你單挑已經可以先手了 菲尼克非常重要喔 你翻滾的路徑好不好 決定你打野的速度 還有現在大絕招還是有BUG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在這種地上轉 這種很像在跳街舞的動作 好了那這時候我們在草叢稍微蹲一下喔 然後等我們的暗影遊俠好了之後 那羅爾沒辦法跟可沒關係 我們繼續使用菲尼克連連看 輕輕鬆鬆的把這一頭野怪打掉之後 我們現在去關懷一下下路的菫吧 好久沒有關懷他 只有照顧上路和中路 下路是不行的喔 好吧那 我看趙雲也沒有打魔龍 我也是蠻意外的喔 可能小丑一直積極的在往下路移動 還有菫跟牛魔王也是一個對面 五五開的局面 那我們就把下路Gank掉之後呢 一起打掉這一條魔龍吧 如果菲尼克不打魔龍的話 我就不知道他還能做什麼用處 好這抽菫好像沒有看到我那菲尼克 先丟印記滾過去喔 大家覺得丟到牛魔王 雖然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對象 但是呢我們還是一起把他給擊殺 啊 怎麼沒有擊殺掉的 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小丑一起來配合喔 我們就把這個瓦羅爾閃掉了 好可惜 不過沒有關係 對面已經被我們打到殘血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輕輕鬆鬆的把這一條魔龍給吃掉 趙雲還在上路喔 他可能有算好時間 想要去把他的紅BUFF拿掉 我們的上路夜叉好 直接被趙雲再加上火焰 小女孩直接在塔下燒烤就吃掉了 天啊 好可惜 不過沒有關係喔 這時候代表我們可以往魔龍路 繼續壓進 這一個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會戰發生的蠻莫名其妙的 然後對面的井 牛魔王就直接死掉 欸 對面的趙雲 塔殺也被殺掉 那真的是一個史上最不划算的塔殺 看了一下藍BUFF沒有 那我們就一起把這一條魔龍塔給拆掉 拆掉這座塔對我們的會戰有優勢 因為我們的兵線和視野都往前推 好 這個時候 暗影遊俠又有之後呢 我們就往中路移動過去 因為古龍的時間又快要再度重生了 羅爾呢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古墓有可以壓力大到 讓羅爾直接嚇到直接往後滑 好 我覺得我們的古墓上玩的蠻好的 雖然單排的排位呢 幾乎都是要靠運氣 因為你有沒有分到好隊友呢 就決定你的一切 這樣說絕對是沒有錯 但是呢 我覺得在開場你的有禮貌運動 也非常重要 好了 那這個時候夜叉 竟然逃掉之後 那你們就遭殃了 BBCC來了 把趙雲 喔 一樣好可惜 沒有把趙雲收掉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就把這一個 喔 是趙雲 夜叉跟趙雲我看錯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喔 羅爾開啟了大絕招喔 不過BBCC的菲尼克比你還燒喔 輕輕鬆鬆的 在法陣之中就把羅爾給擊殺掉 那對面呢 火焰小女孩了 已經沒血了 那我們就可以試著推這座塔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紅BUFF出生了 沒出生了之後呢 我也不知道趙雲會不會趕過來 不過我完全不怕塔喔 在有大絕招的情況下 而且我等級又有優勢 我完全不害怕趙雲喔 我把趙雲當成超級士兵在打喔 那其實呢 古龍的BUFF 現在我非常喜歡留給凱撒路 凱撒路是一個非常會支援的玩家 看對面的趙雲好像只會開個 一技能逃跑 不過沒有關係喔 古木把對面的牛牛撞過來之後 夜叉又把他綁起來 打之後 蘿兒直接滾進來給我們激火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那BBCC直接用我的霹靂小蛋弓 用我的膽膽就直接把蘿兒擊殺掉 你們剛有看到嗎 那個石子是慢慢飛過去的欸 好那這時候打出優勢之後 我們菫直接越過了一塔去二塔 把對面的菫擊殺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是一個12比2的超大優勢 而我拿了五單連殺喔 這代表我的菲尼克 幾乎都有幫忙喔 如果你的菲尼克呢 前期你對GANK真的非常沒有自信 真的試試看這套魔紋 真的前期減速打下去 再加上菲尼克翻弓滾過去喔 完全沒有人能夠逃領的魔傳 再加上菲尼克印記又會暈眩 我真的覺得在下一個版本當中 菲尼克的飛賊印記的暈眩秒數會被降低 因為真的 現在的菲尼克打野魔龍鹿 真的是太強了 還記得呢 菲尼克在剛改版的時候 那個魔龍那個叫什麼 飛賊印記完全沒有傷害 真的是費小意思 經過不不且且不斷的做影片 抱怨之後 菲尼克終於又回到 哎呀這個好可惜喔 塔殺的太積極了 他應該往後退 讓我稍微幫忙扛一下防禦塔的 太可惜了不過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就輕鬆的翻滾掉 我覺得菲尼克未來的趨勢可能是 飛賊印記爆炸的暈眩秒數變低了 再來可能就是呢 他的翻滾不再無敵 可能是不被選中這樣子而已喔 可憐的菲尼克終究 就逃離不了被小惹的命運 現在的菲尼克 真的是太強了喔 好了因為安奈特在中路呢 我在草叢裡稍微的蹲一下喔 那我們就直接把凱撒吃掉吧 因為小丑壓過去 牛在下路 然後蘿兒在上路 對面的井也死掉了喔 對面的趙雲也死掉了 那這條凱撒是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我還有制裁 就算對面的蘿兒衝過來 我還是能完美的制裁 壓到這條凱撒 好我沒有完美的壓到 又發生了一個失誤喔 說大話說死囉各位 那我們就把這個藍buff 讓給我們的小丑吧 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場時拿久穩輸了 我就去菲尼克健身房賣屁股 欸菲尼克健身房 目前在招生當中喔 那菲尼克健身房的入會規定呢 是七天之內你必須要上線 然後你必須要玩一場遊戲 因為我發現太多人 把分帳號加進來之後呢 你就再也沒有上線過 啊那真的是母湯啊各位 好吧那這個時候呢 菲尼克把魔龍給吃掉之後呢 我們就迅速的往前推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條天空古龍 這個井完全打得我超沒壓力 他的普攻 他是不是出錯裝備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看來 BBCC在睽違呢 哇 對面的趙雲花紅啦 直接跳上來跟夜叉單挑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和平啊各位 我是和平使者 拜託拜託 這真的是要和平的 我們已經拆到你們家 你們就直接投降就好 我不忍心拆爆你們啊 對面的安奈特 完全沒有拉過我們任何一個主力輸出 我們就打的真的超輕鬆 我完全沒有看到小丑我 或是井被拉過去過 對面的安奈特真的是玩的非常QQ喔 好吧呢這個時候呢 總共團隊完成了19次擊殺 那BBCC拿了7次擊殺 5次助攻 這個參團率算是蠻高的喔 好吧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趙雲擊殺掉之後呢 對面就A死 我們就一起拿下這場勝利 有沒有讓你見識到一件事情啊 各位筆記拿起來 那就是開場跟隊友 溫柔的大聲招呼 對於你的勝利 絕對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喔 你看十分鐘輕輕鬆鬆就把對手可以解決掉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記得追蹤我的IG 記得追蹤我的抖音和抖奶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 那菲尼克目前在排位呢 是100%的勝率 還沒有輸過喔 加油了各位 希望能夠在A牌遇到我 然後並且K入我一下 雖然還有星耀的路還要繼續走才能上S 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的 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專精菲尼克帶來的BBCC 我們明天見 掰掰囉各位